大家好,英国朋友早晨,香港朋友不忘了 今早英国冷了很多,有些地方气温只有几度,有些五度都不到 这个严寒的天气在明天都会持续,所以英国朋友要留意一下 另外也会和大家看看之前是一个热大气船叫Martin 现在变了温大气船的系统过几天会如何影响英国 然后再说说香港的天气,香港风打完又有些雨,不过不算很大 也不可以说是打风不成沙浴雨,始终打风成了 接着还有少少雨,不过下星期天色会好转,日间天晨 所以香港朋友可以计算一下去哪里游山换衰 开始之前麻烦大家先给like,点赞,分享,留言和订阅胡思频道 先看看英国最新的情况 英国的东面和西面都有些低压系统 东面这里令北海相当大的北风,北海越大风越好 英国在中间的call位就不算很大风 北面也有一个低压区,不过是很远的 除非你住在苏格兰的尼岛应该不会受影响 但另外关注重点是西面这架巨木霸 其实之前是一个热带气船叫Martin 现在看它的仰像是圆圆的,仍未像温带气船 卫生相也开始看到它有些转性 这和它相关的云带最前头的部分差不多到埃尔兰 不过暂时还未影响到英国的 再过几天才较近 看看雷达相,今早相对来说都很清晰 没什么雨区 比较近的雨区就在英伦海峡 在法国北部和英国中间这个地方 有些比较强的雨区,不过就在走 应该和英国没什么关系 另外的雨区就在苏格兰比较偏远的地方 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影响 所以今天日间挺好天,至少不下雨 有些地方会见到阳光 而看到这柄雨区 由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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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伸过来的雨区 明天开始有机会在埃尔兰 再之后北埃 然后星期六日有机会在英国 看回天色,今早有很多地方 都很好天,看到月光 唯一在都佛附近 有些云,多些雨 北埔也是 整体来说,整个英国大部分地方 今早早都是好天 好天的辐射冷却效应很明显 所以为什么这么冷 预计今天下午的时间 也是全国好天 今天可以说大部分地方都是阳光暴照 气温方面 真是冷到入深 北部气温只有三四度 中间有些地方跌到一度 南部气温是七度八度 高一点 不过对于香港人来说 七度 跟天文台定义也算是严寒 日间气温会上升 也应该上升 不少 在这里 北部气温上升至九度十度 南部气温有十一二度 香港标准也是寒冷 不是严寒 不过也是寒冷 所以大家出门口 记得着足够的衣物 看看英国气象局的天气图 看到这个X-Martin 很厉害 仍是变隐性的温带气船 和他相关的封面系统 其实在星期六 已经是会横顾英国 所以明天天色没有今天那么好 之后 X-Martin 其实是会 逐渐接病英国 不过同一时间又减弱 是不是很像 之前离隔去打香港那样 不过他减弱得很快 如果根据 英国气象局的天气图来说 也很快 所以不是很大影响 反而另一个低下区 在下星期又有机会再影响英国 带来英国气象局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外Belfast 今天也是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早只有5度 日间气温会上到11度 Brasso 今早早稍微多云 下午见多些阳光 巧克力气温会上到11度 今早只有3度 Edinburgh 今天日间是阳光普照 巧克力气温会上到10度 Newcastle 今天天色亮好 日间有很多阳光 巧克力气温就是10度 Liz今天也是阳光充沛 气温会由今早六度上到日间夜11度 Chartfield今天也是日间好天 都见到阳光 夜晚见到月光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Liverpool今早早有些雨 天色比较差 预计下几个小时雨 接着会出太阳 下午是多云为主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Manchester今天好天 早上也好太阳 下午的云会多一些 有些机会有骤雨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Lorningham今天日间是阳光普照 夜晚还有月光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Bermingham今天日间也是阳光充沛 夜晚也是天色亮好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Milkens今天也是全日天晴 巧克力气温就是11度 Norwich今天也是全日天晴 巧克力气温也是11度 Cardiff今天也是阳光普照 夜晚也是有月光 巧克力气温就是12度 Bristol今天也是相当多太阳 夜晚也是有月光 虽然中间会多些暗 但也不会影响天色 巧克力气温就是13度 Exeter今天早上有阳光 下午开始的暗 巧克力气温就是13度 Servantin今天早上有太阳 夜晚也会有月光 巧克力气温就是12度 Bredding今天日间是阳光充沛 巧克力气温就是12度 London今天是全日天晴 巧克力气温就是12度 巧克力气温也是12度 看得欧洲中期明天要报中心 说明天天的明天趋势 不過Edinburgh今天整天很好天 雲量比较少 晚上得冷 h колиLondon可能较少 最 같아 天天先是比较多 是有地气温 天天价多 太甜 天氣温也是快rá 日间之后的几天气温会升一点 不会冷整个星期 日间的气温也会升到10至8度 除了星期三的气温也会升到10至8度 除了星期三的气温也会低一点 南部London如何? 今天早上也是好天 明天的运气温会多一点 不过初时的运气温也会少 所以明天早上的气温也是低 还有机会再低于今天 伦敦和南部的朋友留意一下 明天早上的气温有机会再低于今天 暖气要开就要开 也不可以太省 之后几天有点雨 云会多一点 气温会上升 所以冷得多明天 星期日开始气温会上升 早上最低气温也有10至8度 就没有明天早上冷 好,跟大家看看上片影片 看看这个能不能按到 West20 初升的Kent 有个月光 不是阳光 初升 另外就是在London的Peddington 有表现 那个地方 朗普中也有表现 也有很多 游客 旅客 应该就说 那我就播不完 因为都比较长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护士聊天 Telegram群组里面 自己看回全部 接着 有朋友在B&Q 猜一下产地在哪里 都是同意的 以前就是说 几乎所有东西 产地都是来自中国 不过现在多了些选择 例如印度 曼加拉 其实 越来越多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 出产这些 比较低成本的 一些 产物 大家可以自己 买东西的时候 留意一下 产地在哪里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产品 看看香港的情况 现在华南地区 南海北部 部分地区 好天赢 不过也有这些云 另外华南地区 也有一些云 盖着 现在的残雨 应该是在广东西部 看到有些雨大 不过就在香港南边 和西边 基本上应该影响 香港的机会很低 今天天文台 2点钟 起来23度 又暖了一点 现在还是在下小雨 暂时没什么雨量 暂时来说 之外线之数偏低 现在一股清净至强风 程度东北北风 再继续影响华南沿岸 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 不过就好像 雷大厂上 近身就没觉 今天天气会大致多昏 有一两阵骤雨 吹和半日清净冬至东北风 利用间中吹强风 一两三日风势较大 有一两阵雨 天气少量 下星期中期 漸转天直 一间气温回升 接下来两三日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有些小雨 也不大 风比较大 今天明天 明天和下天 风仍然会吹到六级 也可能有机会上到强力季后风 不过就是看实况 然后下星期 其实就是 星期一开波 天气还是比较多 但星期二三 逐渐阳光的时间 越来越多 气温也会上升 21-26度 以十一月中 也算是高 20-26度 今天的英国和香港天气 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28人进来了 麻烦大家 先按LIKE 你按LIKE YOUTUBE就会帮我分给更多人 早晨 Anne LIKE了 多谢 也多谢你提醒 如果你是台风级数 香港二南四十公里 那当然会 不用想 除非你的巨峰圈小到无伦 不然根据定义 一定要挂十号 不过不是台风 现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 热带风暴或者强热带风暴 我也不知道 那究竟是哪一只 要等天后再出回顾才知道 到时再给大家看看 先按LIKE 多谢Amy 再给CSU提醒 香港阴沉沉 天色呼吁 能见到较低 也是 能见到这个任务 有的 先看看 能见到是因为软茫茫 那是低一点 但又不算很低 最低就是下大雨的地方 上川岛 晚成只有一度 半夜冷醒 是啊 我家里 EPC是B的 我也觉得冷了 但是这个桌面的气温 胡思频道 家中桌面的气温是20.5度 很难看 我读给大家听 20.5度 是冷了 不过 又不算很冷 又没开暖气 所以 这个保温很重要 新屋通常保暖就好些 旧屋其实也没问题 看看哪个年代 如果1930以后 那些通常都有两棵墙 其实可以考虑做 cavity wall insulation 如果之前那些 八年历史的那些楼 也有东西做 两种选择 一种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即是外面加墨墙 或者internal wall insulation 那里面加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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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位置就少了 所以如果你说不想整整个房子 那当然是external wall 不过如果你说家里也很大 也没什么所谓 也可以趁装修做 是不是奇特路径 也算是特别的 是不是很奇特 也没有奇特 不过是意想不到的路径 早晨 香港天气差 下雨又潮湿 正是可以抽湿 是吧 看岸桑布里一两三 两个星期 是的 比较闷的一些 很影响我的收视 不过没有办法 好天也斩下雨柴 是不好天 那就多人看 所以我反过来 11月底还有机会有 低日区形成 是的 我怀疑风柜也差不多完 不过也没所谓 接着留意英国的风柜 因为开始有温带气旋 上年就是2月最厉害 今年不知怎样 香港就看看什么时候冷 冷也是重要的消息 同样八度 香港感觉冷很多 可以这么说 可能我适应了 都觉得走出街八度 又不是这么冷 有时都是普通衣服 如果是香港八度 就穿了大衣服 有没有试过热带气旋 没有转发温大气旋 没有转发温大气旋 是不是死了 有的 热带气旋 性质吹集英国 那当然没有了 没有试过 没有热带气旋 没有试过 始终太北 五十几度 英国五十度 最难的 所以是很难的 中午发布 那不夹 那时是东北 他唯有说东北 八号波时候 那时候八号 没八号 八号就没有这个问题 八号是适应的 每个小时会发布 那时候 是否说不夹 其实如果好一些 就说清楚 现在是东北 他说不过很快 可能上挂波的时候 已经是 不 现在就预计是东北 不过就是很快 不过现在是西北 应该是说 不过很快 挂波的时候 就会转到东北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其实是否应该在说西北 那时候 那你的题目 你这个问题也很公平 我也同意 可能是其中一个要评论的东西 多谢浩伦 你也挺细心 我这样也留意到 今年会不会再打风 香港更快 一号球不排除 但八号球 我想机会更难 保星去做太宏 是不是一定要太宏 那你也是暴风 暴风不一定是太宏 但STS好像需要 如果这样看 暴风 我们来说保星 是否就是之前那一刻 那时候 看下没有足够的证据 那时候还是比较远的 之前那一刻 那在香港附近 肯定是STS 如果这样看 连长洲泳灯 都这么大风 还有很多暴风 对 对 现在当地天气这么厉害 要开两个冲油式 我说冲油式 英国呢 这个我稍后也会开一集 跟大家聊一下 冲油式暖炉 其实就未必不晚保 不过 用电就多 英国电费就贵 如果你家里没有气 那就没办法 但如果家里有气体炉 照计气体炉就便宜些 但这个未来几年可能会改变 但是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此 稍后会比较一下 和谈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英国的电费比气费那么多 不过这里不就是英国 整个欧洲都是这样 那么 跟这个长远来说 你说减排呢 其实有些背道而驰 因为 天气始终都是一个发射燃料 但是电力就可以 不是发射燃料 可以是可作生能源 所以这一点 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说一下 今天没什么时间 就不说了 气候变化 是否一月至四月都可以打风 我想不会这么夸张 你说再延到十一月尾十二月也有可能 一月就 我想 真的很恐怖 如果真的 因为一月至四月 南海的水温低很多 应该是死的 那些 即是你要高到26.5度以上 那 有些难度 我相信 应该有生之年也不会 是啊 不过你说 二零 一零零年之后 又没有机会 那就很难说了 香港会不会有温大气旋 有 试过 你问 香港的风迷 当然试过温大气旋 会不会打八号 不会 因为香港的八号风球 全名就是 是热大气旋警告里面的八号烈风 或暴风述号 那么它是 属于热大气旋警告系统 那么理論上 是不应该为温大气旋而挂的 不过我之前也说过 其实这个系统 我真的怪怪的 现在香港的有风系统 就得以大气旋警告系统 和强利季风信号 那么如果有温大气旋 有贵风低压 理论上是不包的 但是如果那些东西 是有机会吹强风 不要说吹烈风 那究竟怎么刮呢 不知道 那么贵风低压 通常用以大气旋警告 就顶了它 温大气旋 就不出了 强利季风信号顶了 温大气旋 也是刮吹烈风系统 所以 也没有说不对 如果真的温大气旋 按照计 现在的系统里面 那个定义 应该是出强利季风信号 就不是出烈大气旋警告 是的 很看见 知道 50年一月 地暖更贵得劲 是的 地暖更贵得劲 是的 不过 最近最近这两天 都看过一些烈烈风 装就装不了 我发现一样 如果Ground Source烈烈烈有两种 如果是Horizontal 即是铺地的 我想正常英国人 都没有那么大块地 没有那么大的花园 做一个Horizontal 的Ground Source烈烈烈烈烈 Divertical是可以的 但就會很贵 贵到不太合理 所以英国人 如果说西辈够 十年八载之后 应该就会在考虑 就是安装AIRSAUCE的热泡 AIRSAUCE热泡可能和underfloor一起做 因为热泡器不够力,通常都会这样考虑 AIRSAUCE热泡也比较经济 以及政府之前有补贴,不知之后是怎样的 这件事可以考虑一下 随远来说,应该不会继续用天然气的热水炉 可能会转做部分氢气或者全部氢气 不过也有时间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保暖、能源、环保等各样东西都完美 如何转过去都是一个问题 不过有一样肯定就是英国政府之前宣布了 所有新屋,2025年后就不会再可以装天然气的热水炉 到时应该是用AIRSAUCE热泡 或者是不知怎样,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替代品 这种氢气又好像未够,未够钟 科技未到,到时再谈一下 香港不是,香港会出现龙卷风,试过了 水龙卷也有,陆上龙卷也试过 不过少了,女儿就是死到来打香港,所以不奇怪 十二月我不敢写包单,十二月还有机会打风 一月我就觉得机会小很多 点赞、分享、留言和留言 麻烦大家分享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 拜拜 麻烦大家在这之前,帮我按赞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 拜拜